大家好,我是旭哥,我可汗 最近在中立體育園區 就是在健行科大,林森國小附近 這邊入手了一間不動產 那這邊的發展呢 之前鄭文燦市長他在那個 他的市政報告有提到 中立體育園區這邊有徵收 大概七十幾公頃的地 那已經徵收了,那現在就是說 未來會發展,會有個捷運站 那他的定位是把這邊定位成 中立後站的新核心 那我覺得發展性還不錯 所以呢,就是在這邊入手 那不管是說出租、自住 應該都還算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就是一個比較穩健的算是投資 那這邊的環境其實我覺得還不賴 就是鬧鐘取勁 旁邊的就是龍岡路啊 健行路那邊就是很熱鬧這樣 但是這邊巷子裡面呢 街道裡面又是安安靜靜這樣 還不錯的環境 那我覺得不錯 然後附近之後會有一個中立體育園區 然後捷運站 那整個發展我覺得 是還蠻值得期待的一個區塊 所以就在這邊入手 那大致上大概是這個街口 那前面那個就是林森國小 OK 那社區裡面看起來就乾乾淨淨 然後可以聽個機車之類的 然後內部有一個室內的停車場 下雨天可以停在裡面機車 這邊環境還不錯 有一些蠻漂亮的別墅透天這樣 像這邊有一個是那種大間的房子 然後它有那個很漂亮的森林這樣 弄得漂漂亮亮的 這附近很多透天都蓋得很氣派 就是感覺都是不錯 不錯的那個住宅這樣 有錢人在住的感覺還不錯 生活品質真的不錯 那旁邊就是那個 林森國小 這邊真的環境不錯 我其實也蠻喜歡的 我自己來走了蠻多趟的 這個環境蠻喜歡的 那社區出來到環中東路 走大概幾分鐘就有一個全聯 所以生活機能還不錯 要採買什麼都很方便 那全聯啊 平常就是一些麵包啊 生活的一些食物啊 什麼的 豬果啊肉類都可以在這邊買 所以其實生活蠻便利的 那一些什麼 基本用品 要買的應該都買得到 就是對生活很方便這樣 然後附近也有一個24小時的小北百貨 所以生活機能還不錯 那前面就很多吃的 就是龍岡路嘛 那邊很多吃的 餐飲都在前面 那健行科技大學就在附近 這邊就是龍岡路走過來幾分鐘就到了 很近 然後這邊生活機能很好啊 吃的什麼都有這樣 很方便 所以 算是一個很不錯的位置 出來環中東路附近有一個福記包子饅頭 那網路評價有4.2顆星 那看起來蠻多東西 蠻多口味可以選擇的 感覺是不錯的店 OK 住的附近有一個新西美式炸雞 這個 看那個網路評價有4.7顆星 看一下賣一些炸雞啊什麼的 那喜歡吃炸雞這感覺還不錯 之後來嘗鮮看看 附近真的還蠻多美食的 不錯不錯 那往前一點有一個微熱神火3.9顆星 那就是賣一些意大利麵啊什麼的 看起來是一家也還不錯的店 蠻多店可以試的 吃不完 還不錯 那附近有一家很有名的叫傑林排骨的店 聽健行的說沒有吃過這個就不算念過健行 傑林排骨 算是網路非常有名的一家 那我其實也沒吃過 因為我沒有念過健行 不過之後會來吃吃看啊 聽說還不錯 傑林排骨 傑林排骨旁邊有一個叫什麼 和麥丼飯 這個網路評價4.4顆星 好像也是聽說蠻不錯的店 那真的吃不完 之後也來吃吃看好了 蠻多可以選的 這邊感覺蠻多美食的 不錯不錯 那也是在附近有一家 也是很有名的店 叫牛津學院 那平常還蠻愛吃牛肉麵 那所以這個牛津學院會來吃吃看 也是聽說平價蠻不錯的一家店 牛津學院 OK 那之後會來 那這邊前面就是中立車站的後站 那他前面會有一個捷運站 他現在正在施工 未來這邊就是會有一個捷運站在這邊 就是捷運站的出口在這邊還不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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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